宜蘭旧城有哪些文化景點 不只是針對旅客 施工所還特別製作了幼兒親子版本的 宜蘭旧城文化地圖 用比較趣味的文字以及圖樣 來解說旧城景點歷史 讓小朋友更容易去探索旧城的故事 老師帶領著小朋友一起從旧城文化地圖 去認識孔廟 酒廠 碧霞宮 文昌廟等的古蹟廟宇 講到自己去過的地方 孩子特別興奮 搶著發言分享 那我們老師要找到說 在裡面喔 裡面有一個這樣高高的英雄是誰 貝貝 對不對 還有這裡 陽明醫院 陽明醫院那也是很種的地方 你去過哪些地方 我去過美術館 還有呢 呃 酒廠 還有酒廠 還有我媽媽的醫院 媽媽的醫院 那你最喜歡去哪裡 夾二個 宜蘭舊城文化地圖太過致視吸引不了孩子的注意 施工所特地印製幼兒親子版作為幼兒園教材 孩子也可以帶回去和家長共同探索舊城歷史文化 宜蘭市是一個有豐富的文化元素的一個古城 那麼我們宜蘭市公所為了讓我們的宜蘭市的幼兒能夠對宜蘭市的舊文化能夠向下紮根 我們在去年我們邀請了我們的小朋友去遊古城 我想今年為了讓他們更熟悉 施工所也特別製作了我們宜蘭舊城的文化地圖 那希望能夠在這個地圖裡面讓小朋友在地圖上能夠對宜蘭的舊城的地理文化更加的一個了解 那我們這個地圖的上面除了我們是一個圓形的概念以外 我們還加上了我們在宜蘭市在宜蘭縣在整個北台灣的地理位置 還有我們的有宜蘭河採帶的一個像熊的一個地理形狀的一個情況 也還包含我們宜蘭市整個圓形概念的東西南北門的一個地圖的一個狀況 那很多的景點在我們的地圖裡面用比較Q版 那麼兒童版的方式呈現讓小朋友能夠清楚的了解 那我們背後有先輩的概念把幾個景點做詳細的介紹 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夠藉由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讓我們的孩子跟他的父母親能夠更多的清楚的素材 那麼來介紹裡面的各個景點的一個內容 親子版地圖印製數量為3000份主要發送給市立幼兒園的學生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翰曾報道